那我们刚刚新闻一开始有讲 这个成熟制成的价格在松动 这个甚至已经砍了两成左右 那看到今天利基电其实也大跌了 快要9% 会不会继续有新一波更大跌势呢 永年哥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像是这个成熟制成的 这个价格开始跌 或者是需求量减少 或者是原来的这个供不应求 现在变成库存过多 这些问题 其实他们的股价早就已经在反映了 已经反映了一段时间了 那这一次当然在短线上的话 可能大家会造成一些 因为现在市场的这个气氛 本来就不是很强劲 大家就本来就是比较悲观一点 所以现在短线上来讲的话 他们的股价可能会出一些反应 可是你说他们会不会跌破 这一波前一波的低点 然后甚至于再展开一个波段的跌势 我觉得其实已经反映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预先已经反映差不多了 我觉得再去追杀 它好像可能会砍到阿呆股 可能会砍到阿呆股 好 我们刚刚看到说其实很多的上败 还有小型股 这个还是活蹦乱跳的 小型股的活力指标股 可以怎么看用那个 好 那么以小型股来讲的话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第一个比较强势的 我们先看一下 比较强势的像有一些股票 像是世新KY 杨明光还有金城科技 还有北极新药业以及明安 这些股票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领域里面 有的是高科技股 有的是IC设计 VR MR的这些股票 甚至于包括高尔夫球的头的这些股票 那么其实最夯的应该算是这个生计 另外其实我们比较认为 有两档股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一个是世新KY 世新KY今天的走势很弱 今天走势很弱 把上个礼拜五的一根红帽 完全吃掉了 那它这边会跌下来 其实有个很主要原因 因为第一个 它突破了这个中期的压力线 然后又碰到了上面 还有一道这个长期的压力线 所以它在这里做一个拉回 其实算是一个涨多之后的 技术性的拉回 我们暂时可以把它这样子看 而且今天它的成交量 稍微是缩小了一些 所以在技术面上来讲 它这边做个技术性的回档 我们是觉得说可以接受的 那只要量价不失控的话 那么投资朋友还是可以 持续的观察注意这档股票 那为什么呢 那其实在基本面上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第二季的EPS 6.01元 是年增率8.48% 它表现得相当相当的稳定 而且呢 8月份以来呢 投信持续的买超 一共买超3970以上 所以这支股票 你只要注意看 只要投信没有呢 很明显的站在卖房 翻多为空的话 那还是可以持续观察注意的 另外一个是阳明光 然后阳明光光学镜头呢 那最近呢 光学股票的最近的走势呢 相对来讲算是比较强势的 当然这个大力光跟郁金光呢 他们是因为这个iPhone 14的这个关系 那阳明光呢 他是走这个宇宙光的 这个原宇宙的这个模式 那所以呢 我们投资部分看一下 他在这边呢 这一波的涨势起来呢 他其实一直走个量价配合的走势 而且呢 上档没有什么这个套牢的压力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他在这个基本面上表现呢 也实在是可圈可点 所以呢 这档股票呢 只要这个量价不失控的话 还是可以持续观察注意一下 OK好 这股票给大家做参考了 好 这个礼拜当然观察除了是利率的问题之外 当然就是苹果的这个发表会 在8号凌晨要登场了 那我是果粉都要密切关心 好 到底这个最新的14的这个新的机型 有哪些亮点 现在说什么有 那个星空可以拍摄啊 还有这个可以这个 卫星的通讯功能这些出现 这些亮点 股市会买单吗 相关的卫星通讯概念股 股光学股 其实之前有些反应 现在能够追吗 有明哥 我觉得还是有标的 那当然因为时间已经非常接近 9月7号9月8号了 那整个市场其实大家都在听 郭明齐在讲话 因为大概也只剩他这样 是不是反而那天利多出镜 但是只有那一天 但是我觉得后面 应该就是洗了一下 因为大家都是卖在实现 但是发现说其实后面 每一年你都看衰苹果 但是每一年后来卖的都不错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始终的还是会始终的 因为你也找不到其他可以买 所以全市场只剩郭明齐在分析 所以大家都会听他的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整个 第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它整个星空摄影的一个部分 那星空摄影当然涉及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的镜头的画素要提高 然后第二个部分 那个流不流海 其实我觉得倒是其次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你整个iPhone14 Pro跟Pro Max 它的这一个光学感见的元件 它所覆盖的一个光线的面积 这个是决定你以后拍照的技术 会不会比三星跟华为要来得好 那现在覆盖的面积14比13多了57% 那你吸收到的光线越多 你对于那种星空里面 微弱光线的感受度就会越强 所以你才有办法拍出 它这次邀请函里面 它就直接给你开中名义定调了 这个就是我今年的一个特点 你们不要再说我晚上拍照的时候 看起来就黑压压的一片 这个不是鬼月 我其实可以拍得这么好 那接下来的话 它整个14代的 这个iPhone14里面的这个广角镜头 已经升到了4800万画素 那4800万画素对三星来讲算是很少 三星早就已经到1亿以上了 对但问题是对苹果来讲的话 长时间被虐待跟荼毒 所以你只要能够来到4800 大家就觉得这是天降甘霖 对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格 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星空摄影的话 那当然对光学股市有利 那第二个功能的话 就是说一个很早期 大家就已经有了 只是它现在想办法把它评价化 也就是所谓的卫星通讯 因为以前其实在很多 没有办法覆盖的地方 基本上是有卫星电话可以用 但它现在把iPhone14 Pro 跟这个Apple Watch 也加了这些 也就是说对于登山族而言 或者是对于很多在偏远地区 收不到讯号的可以透过卫星电话来打 那早期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用CDMI编码 那样的卫星电话非常的厚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贵 而且甚至你要带一个卫星电话 在路上走 你用的是Global Star的卫星 那你现在这些东西都不用了 都不用了 你现在可以用比较低价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是因为你以前的卫星Global Star 你是在一个地面876英里的高度 现在的滴轨卫星可以降到340到350 甚至到208英里 那现在这些东西一普及了之后 所以整个苹果的手机 它就不要再玩形状上的定调 就是说你今天把它变厚 水滴形 流海 人家没有在管理这个 人家管理这次的新功能 如果说你拍照可以更漂亮 那网红当然希望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今天可以有卫星电话 这个也是一个新亮点 所以股市里面它在反映的东西 如果以现在的评价 就是说今年的状况 跟它的现行筹码的话 大力光还有空间 郁金光还有空间 阳明光还有空间 甚至做大力光VCM的巨响 还有空间 那卫星通信里面就要涉及到 你本益比不能太高 或者是说你未来 其实你的本盟比可以成长 那涉及到的就是 比如说做微波天线的森达科 然后再加上去做 接收器的一个建汉 那这个六档股票 是我认为这次 还可以再继续反映 有亮点的Apple概念股 OK给大家做参考了 这个可能你是说 这个发表会过后 如果价格再增到下来 之后可以再低节的 对 好 再加上去 那袁复联益股票 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